一口气看完行义拳里的龙行 龙行是行义拳十二行之一 取龙升盘旋之一 由折龙升天 龙行起势 懒龙卧道 龙行落实 黎某上述等几个动作组成 龙行的起伏一高一低 对腰腿力量和平衡能力要求很高 步伐的转换和招式的衔接都需顺畅准确 在身法变化中 要求脊椎一松一紧 左右上下凝转 包含了螺旋力 一动无有不合 印证了六合拳力 因此龙行被行义拳老前辈定为十二行之开手 同时 传统的行义拳龙行练法 与现在网络流行的动作也大为不同 尤其是宋派行义拳名家 赵永昌演练的龙行 左右转身 身法清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我查了无数资料才得知 行义拳的龙行是有多种练法 例如 跨步龙行 跨步龙行 跳步龙行 转身龙行 以及薛颠象形术里的龙行 斗甲 树身等等 都是行义拳龙行的不同练法 跨步龙行是练前奔 跨步龙行是练前奏 跳步龙行是原地跳 转身龙行也叫龙继水是练身法 龙斗甲是练边境 龙树身是练步法 而行义拳龙行在武术实战积极中 表现也很亮眼 通过擒拿手法和按腿上下配合 做到一招制敌 个人 有筛制敌人的练身 我们一起做一招制敌人的练身 和随着敌人的练身